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赴文品传 此前因连续缺席重要场合而被指蹊跷 近日又有海外媒体披露 周小川因超发人民币引起通货膨胀 高层对此不满而可能考虑让其提前下马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法称 周小川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因采取货币宽松政策 超发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 最终令高层不满 据了解 此前金融界专业人士对中国多年执行人民币高汇率 重创中国出口的做法早有不满 甚至有人将其归罪为离通外国 而周小川本人似乎也早未退休做好准备 已经把曾跟随自己的多名亲信安排妥当 占据了证监会的半壁江山 报道说 中组部已完成了对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 宣昌能的考核 如无意外 宣将复任证监会任职主席助理 这是证监会又一名来自央行 复任证监会的周小川挥下部署 据称 证监会周系人马早已成为一支最大的势力 证监会现任主席刘士渝 在2002年周小川出赏中国人民银行时 就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 党委办公室主任 成为周小川的大秘 之后官至央行行长助理 今年2月被安排接任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副主席李超 也是周小川秘书出身 任央行办公室主任 央行新门发言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2015年9月获安排任中国证券监督会副主席 另一位副主席方兴海 于去年10月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经济局 四局局长位置上调入证监会 同样是周小川爱将 1998年 年仅30岁的方兴海 接受当时担任建行行长周小川的邀请回到中国发展 可以说 没有周小川 就没有方兴海的今天 报道表示 书里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领导层 有主席刘士渝 纪检组长王惠民 四名副主席分别是江阳 李超 方兴海 赵征平 一名主席助理是黄伟 宣昌冷入局后 八名领导班子成员 周小川的人马有四旗 占据了证监会半壁江山 此前 周小川已经多次传出不利传闻 2016年6月6日 周小川突然缺席本应由他主持的中美战略论坛新闻发布会 引发外界关注 6月12日 在上海举行陆家嘴金融论坛 原本预计出席的周小川突然在会前以健康原因请假 连续缺席重要场合 令外界对周小川的未来充满猜测 不久后 香港争鸣杂志7月发文报道 周小川以健康原因请假不出席陆家嘴论坛 中美战略论坛新闻发布会指示几口 其真实原因是 在中共国务院国务会议上 身为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批评周小川在发表政策性货币 证券 住房等重大问题讲话时 有先斩后奏之嫌 并警告要在内部先通气 和我 马凯打一家招呼 这是规则 当时极有海外媒体分析说 周小川或因善作主张已被中共高层禁言 周可能提前下课的消息 很早就有流传 2014年9月 美国媒体曾经爆料 习近平当局正考虑任命其他人选接替周小川 而现任山东省省长郭树青 是新一任央行行长的头号候选人 香港东网的署名评论指出 由于人民币当前面临多重压力 包括经济放缓 金融市场震荡 以及资本持续外流等 因此最高层对这半年都来的金融货币政策非常不满 据指体制内已有不少人建议周小川退休 由郭树青继任央行行长一职 以重新树立资本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逆转资本外流的势头 1948年出生的周小川已经是央行的三朝元朗 按中共省部级高官60岁就要退区二线的规定 周小川按理只能担任两届任期 但在2013年两会上 周小川意外破个留任 一度引发外界好奇 当时有评论分析 让周小川留任是出于保持大陆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考虑 但也有消息称 周小川与江泽民关系密切 其留任是江派拼力争取的结果 近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 港媒报道称 在7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会议 8月上旬北败和金融 国企等专题会议上 李克强点名批评了周小川等中共金融领域的三名高官目中 吴总理各自为政 勾心斗角 港媒动向杂志8月号报道 在7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务院会议 8月上旬北败和金融 国企等专题会议上 李克强点名批评警告中共央行行长周小川 国家法改委主任徐少使 财政部部长楼继委等各自为政 三部门之间勾心斗角 互打报告指责对方 李克强说 你们还要这样搞下去 还有多少时间 多少空间 你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我倒要领教领教 李又批评 不作为又乱作为 对你们评价不会过分 再这样下去 该怎么办 李克强拿出有关周小川 徐少使 楼继委在外发表的讲话 署名文章 接受国内外国媒体访问时 有关政策措施方面的讲话等说 容我再讲一次 再警示一次 对中央政策措施持意义或反对 在会上表达 可以直接找我 当作出决定 下达文件后就必须遵守 执行 各自要承担问责 对金融 经济改革有见解 要发表高见 先打一声 招呼 通义通气 我还是你们的总理 你们要守党纪 政绩 守规矩 据之 周小川8月初 今年第二次打报告 要求辞去中共央行行长职务 挂个政协副主席 副国籍名嫌退休 现年68岁的周小川 目前任中共政协副主席 中共央行行长一职 2013年 按照中共惯例 周小川本该退下 但中共为了保持 他中央行长的实权 又无损中共政省部 一级年龄归线 给他挂上中共政协副主席头衔 使外界认为中共实在无人可用 今年4月19日 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李克强在一次中共会议上 怒斥大陆洗钱活动泛滥 并指中共金融界高层 经贸界高层 以及公安部门等有内鬼 在会上 李克强点名批评央行行长周小川 公安部长郭升坤等 有舆论认为 周小川是江泽民在财经领域的代言人 或者曹刀手 在乎 温时期的经济领域 周小川秉承的就是江的意志 外界对他的描述为轻实体 重印钞 围绕股市做文章等 据去年动向杂志7月号报道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去年7月初 召开三天有关股市及金融市场会议 点名严批央行行长周小川 和中正监委主席孝刚 各搞小圈子 内斗 甚至影响到就是 据称 李克强一改昔日的举止 一度用茶杯敲洒桌子 有消息称 去年在中共中央就是会议上 李克强也曾在就事问题上 对周小川及财政部长楼纪委发火 央行行长周小川 与财政部部长楼纪委 倾向紧牙高市就是 但总理李克强大发雷霆 强硬地说 你们回家即乃去 我要暴力就是 中共北戴河会议结束后 官方喉舌推出当年毛泽东 如何夺权的文章引发关注 8月中旬以来 余政生 李克强先后公开露面 或意味着北戴河会议已宣告结束 8月16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题为 《担架上的阴谋是怎么回事》的文章 回顾中共长征时期 毛泽东 王家祥等人如何 从当时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三人团手中夺权的历史 三人团指的是长征前由 伯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领导集体 掌握着中共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 文章称 由于伯古、李德掌控的军队发生指挥错误 红军在湘湘战役中伤亡惨重 中共处于危机之中 在中共遵义会议前的一段时期 毛泽东等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伯古、李德、周恩来 朱德等人也赞同毛的意见 毛等人认为 只要伯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 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 他们决定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这些人联合多方势力 让毛出来指挥 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伯古、李德的主张 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 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等 目前的中共再次处于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中 分析称 习当局现在刊发毛泽东当年为何夺权的文章 或是为今后清算或改变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错误政策而铺路 有学者分析指 自中共建党尤其事件证以来 中共在党舰上一直面临三大问题 腐败、政治斗争、路线之争 中共面临的第一大顽疾是腐败 腐败引发的人心向背 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 这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最大的一场豪赌 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中共面临的第二大顽疾是政治斗争 而当今中共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是路线之争 是中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实际上习近平当局对江泽民的清算已经展开 6月28日新华社报道 日前教育部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 其中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 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等文件 211工程与985工程都是根据江泽民当政时期的指令推出的 他们被指杀贫济负 造成诸多恶果 江泽民当政及干政期间 其拼复陈志力长期掌控大陆教育界 陈志力主管教育期间 教育改革混乱 教学质量倒退 交风学风换散堕落 6月28日 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问责条例 该条例从王岐山提出制定到审议通过仅用了半年时间 有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认为 制定问责 致使习近平为打击江派层层推进的部署 是清算江泽民的关键一步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问题专家李天校分析说 问责条例实施 其当局打击江泽民就可从党内先问责 查清事实后再移送司法